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庄稼被洪水所淹 农户损失惨重 收成濒临无望 彭县令目睹灾情严重 心中焦虑不已 他连日带着牙役们在田间地头查看灾情 抚慰灾民 一天下午 彭县令带着牙役正在往居阳镇的一个村子赶去 那里灾情相对严重 彭县令颇为挂心 走到半路 突然从路边的一片小树林里窜出来一条大黄狗 大黄狗冲着彭县令汪汪叫个不停 声音显得低沉且悲伤 黄狗叫了几声就往小树林里走 走几步又回头看一眼彭县令等人 彭县令见这条黄狗颇有灵气 想必是有冤情要报 于是带头走向黄狗 黄狗摇头白尾跑进了小树林 树林里面是一片坟地 黄狗跑到一座坟之上蹲着 坟上插着半截白帆 坟前残留着烧成半截的纸钱和香竹 从现场情况来看 这一座是刚下葬不久的新坟 此时黄狗又大叫起来 声音变得急促而凶猛 他一边叫一边用爪子抱坟上的土 好像要把坟墓里的人挖出来一般 彭县令见状 让牙翼去找地宝问清楚新坟是谁家的 并把地宝和死者家属一起带过来见他 牙翼很快带回地宝和一个年轻的男子 男子名叫阎心 坟中埋的是他的老母亲和事 阎心说他的母亲今年73岁 因患疾病身亡 下葬未满7日 地宝在一边连忙附和 证明阎心所言不假 彭县令当场变了脸色 对阎心说道 本县接到乡民举报 说你母亲死得蹊跷 本县要开关验尸查得明白 阎心听说要开关验尸 慌忙跪下哀求彭县令高抬跪手 他说老母亲还未满头漆 扒开坟墓会坏了风水 这会让活人蒙羞 死人受罪啊 彭县令见他如此慌张 便大声呵斥道 本县已经决定开关验尸 若不查清案子真相 才是对死者的羞辱 对活人的纵容 说吧 便挥手让牙医们动手 阎心虽一万个不愿意 也无可奈何 坟墓被挖开后 尸体被抬了出来 彭县令发现合适的身体 没有丝毫伤痕 检查口鼻也没发现有中毒迹象 彭县令有些尴尬了 随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正在思考之际 只见那条黄狗跳入墓穴之中 用两只爪子在墓穴中乱抱 彭县令让牙医们继续往下挖掘 在墓穴底下二尺多深的地方 挖出了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 彭县令对阎心说道 这女子是谁 尸体为何会在这墓穴下面 还速速从时招来 阎心见到女子尸体 跪在地上大喊冤枉 他说自己并不知道这女子是何人 也不知道为何尸体跪在墓穴里 彭县令见阎心跪在地上又哭又喊 看样子不像是装的 认为他并非凶手 彭县令问阎心 墓穴是自家挖的还是请人挖的 阎心回答 按照当地风俗 谁家里死的人 不能由自家人来挖墓穴 必须请外姓人来挖才行 墓穴是村里的刘三和马六两个人挖的 当时还支付了二人三钱银子作为酬金 彭县令听罢 张地宝带着牙医去传讯刘三和马六 同时又让牙医们 沿着小路两边的村庄去找 看看有哪家的妇人走失没有 如果有妇人走失 立刻去阎家坟山辨认尸体 片刻之后 刘三和马六被带到了阎家坟地 二人见到女子尸体 又看到蹲在女子尸体边上的那条黄狗 当场吓得面如土色 浑身如晒康一般颤抖不止 彭县令见二人丑态摆出 怒斥二人为何杀人埋尸 若不从十招来就大行伺候 彭县令再三逼问下 刘三和马六共出了实情 原来 前几日刘三和马六被过来挖墓穴 二人接力挖了一个时辰 终于挖好墓穴 挖好墓穴后 二人坐在墓穴边的一棵树下休息 刘三和马六年过三十 都没有娶妻成家 二人坐在墓穴边上说起了婚段子 一会儿说村里哪家的小媳妇儿漂亮 一会儿又说城里哪家青楼的姑娘长得水嫩 就在此时 刘三突然听见不远的路边传来叮叮当当清脆的铜铃声 二人寻声看去 发现路上走来一个年轻的女子 女子拎着一个小竹篮 身后跟着一条大黄狗 大黄狗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精致的小铜铃 两个光棍瞪大了眼睛 这个女子长得很美 二人顿时抖声邪念 冲到马路上去拦截女子 大黄狗见到危险 冲上来狂咬刘三和马六的腿 二人见狗凶猛 举起搞头追打黄狗 黄狗敌不过两个恶徒 最终被打中了右腿 大黄狗脖子上的铜铃也被打落在地上 最后大黄狗一蹶一拐地钻进草丛 侥幸逃过了一劫 两个恶徒打跑大黄狗后 把拼命挣扎的女子 抬到坟地附近的小树林里 一拳把女子打晕 轮流对她施暴 女子醒来后 发现两个恶徒还不肯罢休 于是又哭又喊 说回家之后要去官府报官 将二人严惩 两个恶徒听罢 当即害怕起来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把女子活活掐死在了小树林里 杀死女子后 把墓穴又挖身三尺 把女子的尸体埋在了下面 两个恶徒说完 战战兢兢地低下了头颅 就在此时 有一对老夫妇来到现场认领尸体 老夫妇见到女子的尸体后 放声大哭 原来这对老夫妇 是被害女子的公婆 女子名叫方玉兰 加入距离此地七八里远的刘家村 一天上午 玉兰的娘家捎来一封信 信里说玉兰的母亲病重 让她赶紧回家去看看母亲 娘家的信来得突然 此时公公和丈夫出门未归 玉兰接到信后就心神不宁 婆婆见她急切回家 就给她包了饺子装进篮子里 把她送出了家门 并叮嘱她早去早回 后面的事情就很清楚了 玉兰拎着篮子上路 朝娘家方家庄走去 家里的大黄狗在后面跟了过来 玉兰起初想把大黄狗赶回去 后来又想自己孤身一人上路 有大黄狗陪伴也是件好事 便让大黄狗跟在她身后 玉兰走了大约一个时辰 来到严家坟地附近 狗脖子系着的铃铛 引起了两个恶徒的注意 两个恶徒正在树底下讨论美女 见到玉兰拎着篮子孤身前来 于是上前打跑了大黄狗 强行把玉兰拖入小树林中糟蹋 又杀人灭口将她的尸体埋入了墓穴里 两个恶徒以为能瞒天过海 却不曾想大黄狗目睹了二人的恶行 于是在原地等待报案 当彭县令带着牙役下乡 寻查灾情经过此地后 大黄狗便前来报案 彭县令察觉大黄狗一样 跟着她来到树林里找到了心坟 一举破解了这桩离奇命案 玉兰公婆的讲述 与两个盗贼的口供一致 两相对比就证实了 玉兰被杀的经过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两个恶徒见色起义 杀死了玉兰 这是一起强暴杀人案 彭县令让玉兰的公婆 把尸体领回去安葬 两个恶徒则被牙役捉拿 一起带回县牙审礼 临行之时 彭县令看着严家 被挖的七零八落的坟墓 严兴蹲在一边哭泣不止 于是答应赔偿她二十两银子 重新修理坟墓 严兴见母亲坟墓被挖 里面又有一具女子尸体 认为此地风水已经被破坏 塞葬下去不吉利 而且现在又有了二十两银子的安埋费 所以决定重新找快递安葬母亲 严兴重新买了一口棺材 给母亲换上了新的兽衣 准备选个极地再下葬 装炼过母亲的棺材已成了凶物 不能再继续使用 所以严兴决定就地焚毁 严兴请来几个年轻人帮忙拆卸棺材焚烧 一个年轻人用稿头挖开棺材底板后 竟然发现棺材底板有一个夹层 更要命的是棺材底板的夹层中 竟然藏着一具男尸 严兴让年轻人守住现场 他跑去村里报告地宝 此时地宝刚刚到家 端起一碗茶正要喝 当他听到严家坟地又出了时候 顾不上喝一口茶水 急忙骑马去追彭县令等人 终于在蚊子坡的官道上追上了彭县令 彭县令听罢大惊 只好又折回了严家坟地 在严家坟地 那具男尸倒在一边 身边是那口有夹层的棺材 棺材底板和四边的挡板已经被拆了下来 严心见彭县令和地宝一同返回坟地 赶紧迎上去把如何发现尸体的事情 说了一遍 彭县令听罢点点头 当即对这具尸体进行检验 死者是一个小伙子 年纪在二十来岁上下 小伙子头部被顿气击打 头骨被砸破下陷 属于致命伤 尸体周身并无其他伤痕 从死者被人砸死 又藏入棺材夹层来看 死者定然是被人谋杀的 严心等人用刀斧和铁稿劈砍棺材 尸体从棺材底部抖落出来 说明严心等人事先并不知道棺材底下有尸体 严心等人谋杀的嫌疑可以排除 一个墓穴出现三具尸体 这真是千古奇闻 也是彭县令平生半岸 从未见过的稀罕事 彭县令暗暗惊叹 天下间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啊 彭县令暗叹一番 围绕坟墓四周走了一圈 思考了片刻后开口问严心 当初这口棺材是买来的 还是请人打造的 严心说由于母亲死的突然 加上天气炎热无比 尸体不能在家中酒吧 所以他又从城里的张继棺材铺 买了这口棺材 经过简单的超度后 就把母亲安葬了 彭县令听罢 让牙医骑着地堡的马 去找来张继棺材铺的掌柜张有良 张有良来到现场后 一眼就看到了那口棺材 再仔细一看尸体 顿时吓得面色苍白 浑身颤抖起来 彭县令问张有良 是否认识这口棺材和地上的尸体 张有良极力掩饰自己的慌乱 却在回答彭县令的问题时 言辞闪烁 说话前后矛盾 彭县令一眼就看出张有良不对劲 当即将他押回县衙一同审理 年轻男子的尸体则由地堡找人抬回县衙 彭县令返回县衙后 当即升堂审理张有良 张有良坚称此案与他无关 年轻小伙子的尸体为何在棺材里他不知道 彭县令传讯棺材铺里的其他伙计 伙计们说小伙子叫王顺 上个月才从乡下到棺材铺当学徒 前几日王顺一个人单独在棺材铺里加班 从那以后他就离奇消失了 没曾想他已经被人杀死了 彭县令听罢 又问伙计们王顺与工友们关系如何 伙计们都说王顺为人性格温和 与工友们相处融洽 又问王顺与张有良掌柜的关系 伙计们却面露难色 似乎不愿意多说 经过反复追问 伙计们最终松了口 伙计们说王顺与张掌柜最近关系不好 原因是王顺勾搭了张掌柜的女儿小娟 传言二人还发生了关系 张掌柜对此愤怒不已 狠狠则骂过王顺 后来王顺就失踪了 彭县令随后提审了张有良之女小娟 又仗则了张有良二师大板 并让他与众伙计对质 张有良见罪行已无法隐瞒 又忍受不住拷打之行 就承认了杀人的罪行 原来王顺是个心灵手巧 又长得帅气的年轻人 除了打棺材手艺好外 驾驴修车也是一个好手 来到棺材铺后 王顺深得重工友的喜欢 后来张有良掌柜的女儿小娟 看上了王顺 对王顺青睐有加 几天前有一个叫张强的伙计 悄悄告诉张有良 王顺诱惑小娟与她私混 并欺骗了小娟的感情和身体 张有良听罢怒不可遏 她是女儿为掌上明珠 却没想到王顺来这一手 让她脸上无光 张有良气愤不已 决定好好教训一番王顺 一切心头之恨 那天晚上 张有良故意把伙计们都支走 只留下王顺一人在棺材铺里加班 当王顺埋头干活时 张有良出现在了棺材铺里 他逼问王顺是否勾搭了小娟 并问她是否和女儿发生了关系 王顺见张有良问其此事 天真的以为张有良有意成全他们 于是便说小娟对她很好 恳求张有良把小娟嫁给她 张有良是个疑心很重的人 王顺的话让她认为伙计们的传言是真的 张有良怒不可遏 斥责王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竟然敢打他们妇女的主意 王顺听罢吓得不轻 赶紧跪在地上央求张有良 张有良此刻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开始辱骂起王顺的父母来 王顺是个孝子 忍受不了父母被人辱骂 于是出言回击张有良 张有良见王顺顶嘴 更加怒火中烧 一气之下抄起一个木棍朝王顺打来 王顺没有提防 被一棍子打在额头上 当场鼓劣血流而死 张有良见打死了王顺 心中后悔起来 他原本是想教训一下王顺的 却不曾想出手太重 打死了王顺 此刻后悔无用了 为了毁尸灭迹 张有良把所有伙计放了几天假 把自己关在棺材铺里 忙活了整整五天 改造出了一口二层底的棺材 把王顺的尸体装了进去 张有良刚装好尸体 颜辛就急匆匆前来买棺材 张有良便说这口棺材质很好 后市沉重耐用 打算低价卖给了颜辛 颜辛果然看到棺材后市且便宜 就花钱买走了这口棺材 棺材家层中的尸体就是这样来的 彭倩令听霸长叹一声 随后对张有良说 你真是个冲动且凶残的人 王顺根本就没有与你的女儿发生关系 今早稳婆检查了小娟的身体 她还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张有良听霸 此时才醒悟过来 原来是自己听信谗言误杀了王顺 张有良放声哭泣 但为时已晚了 原来 王顺的大徒弟张强对秀娟垂涎依旧 虽然秀娟对她不冷不热 但她却坚定地相信自己作为大徒弟 日后张有良会把秀娟嫁给她 让她继承家业的 谁曾想到 自从王顺来到棺材铺后 秀娟对王顺非常青睐 时常来给王顺送吃送喝的 这让张强眼红不已 暗暗怀恨在心 张强深知张有良脾气暴到 性情冲动 于是就编造了王顺勾搭小娟 欺骗小娟发生关系的谣言 张有良听霸气氛不已 故意把王顺留在棺材铺里 亲自问清楚情况 谁知王顺以为张有良会好心成全他们 于是恳求张有良把秀娟嫁给她 结果适得其反 引发了这一场血案 此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张强 这个眼红心黑的小人 案子真相大白 这是一桩连环奇案 彭县令两桩案子一起审 玉兰被害一案事实清楚 过程简单明白 刘三和马六对罪行供认不贵 彭县令案率探处二人斩首之行 王顺被杀一案 张有良是杀人凶手 但张强却更加可恶 事实证明 张强的确是个恶人 他除了造谣害人之外 还曾经杀死过一个路人 劫走了路人的钱财 张强被捕 一番拷打后才说出了这段旧案 张有良打死王顺 又隐匿尸体 罪则重大 但属于失手杀人 并非故意杀人 出一账则一百大板 并发配到边疆给披甲人为奴 五年后才看表现才准遣返 并赔偿王顺家属银子两百两 张强造谣欺骗 导致惨案发生 又身负命案 为警示多舍害人之辈 和罪恶昭彰之徒 判处斩首之行 严新之母的确是正常身亡 彭县令按照约定赔偿了二十两银子 重修坟墓 大黄狗未迫此案立下大功 彭县令特此嘉奖其为一全 让其享受奉养到终老 案子低交上去和验后 三个恶徒很快被斩 张有良被发配到边疆 自此案子到此真相大白 百姓们纷纷称赞彭县令判得好 此案告诫后人 欲望害人 贪婪毁身 刘三和马六贪色害命 糟蹋方玉兰还残忍杀死了他 二人罪大恶极被判斩首是就由自取 张强心狠手辣 杀人在前又造谣害人在后 为一己私欲不惜害人性命 落得身手异处的下场 张有良被人利用酿出悲剧 若他能有一颗容人之心 仔细思考此案就不会造成悲剧 一桩连环命案 因为大黄狗而破案 这也许是冥冥中的注定 老话说得好 天网灰灰 一切恶人终究难逃法网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